走 你怎么来了 怎么还在门口等 这么冷天 也不找个地方坐一下 万一感冒怎么回来 我故意的 就是为了让你心疼呀 这位夫人 你什么都不做 就已经够让我心疼了 你不是说没时间吗 不许骗我吗 因为想给你惊喜呀 就为了给我个惊喜之恩 你把自己动成这样吗 你要是早告诉我就 宋天心 你这位女儿特别讨厌 又私奔 又不懂得浪漫 真不知道当初 为什么会喜欢你 是啊 我还借某人写信 到广播去骂我 看来是真的很讨厌我吧 只不过更讨厌的 是也没有办法不喜欢我 你是不是觉得 地球哪天离开了你还在转 是地球在硬撑的 难道不是吗 臭美精你是 你怎么不吃啊 肚子好饿啊 我们一会儿去吃什么 你想吃什么就吃 应该只是断电了而已 别怕 我们现在就是在几层啊 电梯刚从了一阵子 估计在三四层吧 念天 我在 我 我害怕 别怕 这里二十四小时都有人监控 他们等一下就会来 可是万一他们睡着了怎么办 不会的 别无私乱想 他们马上就来了 我之前 跟程英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那你们是不是马上就出去了 你怎么知道 晚班 当时 后来就 无焉 看着我 我就在这儿 不要怕 我们聊点别的吧 等一下想去吃什么 我们想吃很烂的东西 不行 对胃不好 今天的我想吃西红柿鸡蛋面 为什么 因为冬天很冷的时候 我妈妈就会给我做 西红柿鸡蛋面 那个面汤 一口一口喝下去 很快就暖和了 好 这个可以满足 你还记得你之前送的那个MV3吗 嗯 你就录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是啊 除了你录给我的小说以外 还有 你宠我大声嚷嚷的声音 还有 还有你唱的歌 不就是唱跑调了吗 看半年长的 讨厌 我的歌啊 以前要是都给你唱 试试的话 倒贴钱估计都没人要 那嘴怎么还是这么欠呢 你信不信我给你 开现场演唱会 好啊 我觉得夫人的歌声 最精妙之处 就在于对情感的精确表达 要是都给邻居听到了 估计都得跟我抢演唱会的票 到时候 我可能要 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苏念琴 你 我 不好意思 打扰了 打扰了